同学们好 我们开始上课 那么上一讲的话 我们讲到了系统调用 那么这一讲 我们来讲操作系统的结构 那之前我们提到 我们说 在我们设计一个操作系统的时候 我们需要考虑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个是我们要提过 第二个是我们要提供的 这个interface 那第三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 操作系统由哪几部分组成 以及这些组件之间 它们的关系 那么这节课 我们主要来讨论 第三个问题 就是操作系统组件之间的关系 或者我们也把它叫系统的结构 那么在早期的时候 我们说操作系统 其实是具有简单结构 或者说没有什么结构 比如说MS-DOS 那么它最初就并不划分模块 也没有具体的 这种结构 或者说它的功能和接口 划分的都是 不是很清楚 那为什么这样呢 那是受限于当时的硬件 因为当时我们知道 MS-DOS的内存非常小 对吧 我们当时的目标 就是希望能够 在最小的空间里面 能够提供最多的功能 因此对于这个系统的结构 我们的考虑并不是那么多 那么这个是我们 一个MS-DOS的一个层次结构 我们来看一下 最上面是Application Program 然后下面是我们的驻流程序 或者我们叫我们的Monitor 然后再下面一层是我们的设备驱动 然后最下面就是我们的 硬件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我们会来看到 我们的应用程序 Application甚至可以直接去访问 到我们的BIOS的历程 来直接操纵设备 当然这个是受限于 我们当时的一个硬件 我们当时并没有提供 我们之前所说的双模式 Mobbit和其他的一些硬件保护 那这使得到此 BIOS选择只能应有 应用程序来访问你的BIOS 那么另外我们说 在Linux里面 或者Unix里面 它也是一样 早期的时候是受这个 硬件功能的限制 它也只是有限的一个结构化 在早期的时候 它只包括两个部分 一部分我们把它叫做系统程序 另外一部分叫Kernel 那么Kernel的话 包括的部分 是在这个物理的硬件之上 和系统调用之下的这一部分 我们就把它叫做Kernel 那么在Kernel里面 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功能 操作系统的功能 比如说文件访问 对吧 然后CPU的调度 存储的管理和 Io的管理等等 这样一系列的 这样的操作系统的功能 都在Kernel这一层 所以它结构也非常简单 这是我们Unix的一个 系统结构的这样一个图 我们大家看 刚才我们说到 内核就是这一部分 是吧 那么这一部分是在什么 硬件之上 和系统调用之下的这一部分 那么在这一部分 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功能 但是这些功能之间 它们彼此并没有 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后来我们就发展到 这个层次化结构 或者叫做Layered Approach 层次化的 那么层次化的结构就是说 我把这个操作系统 分成若干层 那么最里面那一层 或者最底层的话 就是硬件 那么在上面 依次来构建 不同的层 那么每一层 能够调用底层的 这样一些功能 那么最上面一层 就是用户层 那我们在考虑模块化的时候 我们如何来选择这些层 或者如何来分这些层呢 在层的设计的时候 我们是这样的 就是说每层 只使用底层的功能和服务 而且它是不能够跨层去执行的 所以我们说分层的原则 就是说每一层 使用底层所提供的功能和服务 这样的话 我们便于系统的调试和验证 也就是说 比方说这是一个分层的一个图 最里面是硬件 是零层 是吧 然后在硬件之上 有第一层 有第二层 一直到DN层 DN层是我们的用户层 或者是我们的系统的接口 通过这样的一种分层的方式 那么在这样一个分层的过程中 如果说我第一层调试成功了 没有问题 那么就是说上面的层 在执行的时候 出现问题的时候 问题只出在这一层 不会在下一层 这样的话 我们的系统的调试和验证 是比较方便的 但是在分层的过程中 我们也会存在一些困难 就是说 我怎么来对这个层次 进行划分和安排呢 那么我们在分层的时候 怎么来保证 不要出现双向的 这样一个依赖关系 怎么合理的来 对这些层来进行划分 这是我们层次化的一个难点 那么我们说 最早用这个层次化设计的 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 叫Z Z操作系统 那么这个是DJ斯特拉 是和他的博士生设计的 那么他当时在设计的时候 他就分了如下六层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看他在分层的时候 是如何考虑的 那最底下这一层 当然还是我们的硬件 是吧 然后他在上面的第一层 是我们的CPU调度 然后再上一层是什么 内存管理 然后再上一层 是我们的设备驱动 然后再上面一层 是我们的输入和输出 最上面一层是User Program 它是做了这样的一个 分层的这样一个划分 那么分层的这个优点 优点是什么呢 优点就是说 我们刚才提到了 低层和高层 可以分别实现 互相不影响 而且高层的错误 不会影响到低层 便于你的调试 或者是功能的这个增删感 而且它的关系调用 是非常清晰的 我们说只有上层调用 下一层是吧 下一层是不能够 调用上一层的 避免这个低规 然后呢 有利于保证设计和实现的 这样一个正确性 但是在这个分层的过程中 可能也会有一些缺点 就是刚才我说的 你层次怎么去划分 这是一个难点 另外的话就是说 所有对进程的 这个控制转移通信 这个这些任务 可能都交度系统的 内核核心去管理 这样的话可能在这个代价上 会有一定的这个消耗 还有一种这个操作系统的结构 我们把叫做 Micro Kernel 就是什么 微内核或者微小的内核 什么叫微内核呢 那么微内核 顾名C就是微小的内核 也就是说 它把这个内核 做了一些划分 通过划分以后 它把不需要的一些 内核中的一些东西 移出来 剩下的那部分 形成了一个小内核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Micro Kernel 微内核 那么Match是最早用 微内核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 那么在微内核里面 提供什么功能呢 它只提供这些功能 就是进程管理 存储管理 还有通信 剩下的功能 它都把它移出到内核之外了 那么移出内核以后 它是怎么样去工作的呢 我们说 是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工作的 就一部分留在内核了 就是在核心态的这个内核 是吧 那么移出去的那一部分 运行在用户台下 而且它是以这种CS的方式 来进行运行的 所以CS就是什么 Client Server 就是客户端和服务器的这种方式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就把操作系统分成了两大部分 一部分是微内核 还有一部分是运行在用户台的 这样的一些进程层 或者一些可以认为是Server 那么典型的系统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Match之外 还有就是Windows NT 那么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图 那么这部分就是我的内核 那么有一部分不是移出去了吗 移出去以后在用户空前 它就作为一个Server来执行 那我的应用程序 想要去访问这些Server 提供的功能的时候 它是怎么访问 它是通过内核 来访问到这个Server 这部分就是Client 这部分就是Server 就是CS的这种架构 当然这种方式 也会带来一个好处 就是说它可以什么 把这个支持不同的平台 那么微内核 它具有这样的一些优点 就是跟传统的这些 造型系统的结构相比 第一个就是它的内核 比较轻巧 比较精巧 因为我们说内核 只有一些常用的 就是一些基础的一些功能 比方说我们的进程管理 我们的内存管理 和进程通讯 等等这样一些部分 剩下的部分都 移出去了 采用这种服务器的方式 就内核比较精巧 那当你对内核进行修改的时候 当然工作量就比较小 那第二个优点的话 就是说 它更适合于多处理机和分布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 在它的内核里面 引入了一些多处理机调度的 一些和管理的一些机制 而且它用到了线程 那么使得多个处理机 可以在同一个任务中 并行的去执行 那第三个优点的话 就是它采用了这种 CS的这种体系结构 那么在这种结构下 我们说不同的进程之间 进行通讯 包括你的application 跟你的这个server之间 进行通信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消息传递的 这种方式来实现 OS的这种各种功能 以服务器的方式来实现 来向用户来提供服务 这样的话就会使得 我们的对于内核 更加精巧 而且提供的功能 也可以可扩展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 下课